今天是4月10号周一 这前面就是广州天河 珠江新城这边的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过来这里 办理美国签证排队的现场情况 可以看到今天早上 过来这里排队 等待进馆的人还是有点多的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21分 广州美国领事馆 是7点半开始入场 早上五六点的那会 还下了点小雨 现在路面有点潮湿 广州美领馆是可以办理 美国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的 待会人员进场之后 给大家拍下 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窗口的情况 现场看下 这会儿哪边签证窗口的人会多一些 可以看到有座轮椅过来的 也有带小孩过来的 大家的穿着 也是长袖短袖羽绒服都有 穿羽绒服的估计是从北方过来的 广州现在的气温是20来度左右 早晚凉穿长袖 中午穿短袖即可 门口这里是有寄存物品的 因为尽管是不允许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的 所以过来这里 专门帮人办理寄存的人生意也是不错 这前面就是广州美领馆入口了 刚才这队伍一路过来 大概排了有150人左右 可以看到左边箭头方向的窗口是办理移民 领养公民服务的 而往右边走的就是办理非移民签证 包括工作签证 学习签证 旅游探亲和商务签证等等 这边就是今天广州美领馆移民签证窗口的现场情况 可以看到有带小孩过来的 有年轻人 也有老年人 而这边则是广州美领馆办理非移民签证窗口今天的现场情况 人相对那边的窗口会少一些 好了 这期广州美领馆今天的签证现场情况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